阿根廷目前大概有18万华人 其中又以福建人居多 大概占了80% 布伊诺斯埃里斯的唐人街 位于贝尔格拉诺区的巴雷达斯街附近 该区域居住的亚裔只占到人口中的0.5% 但是很多人都有亚裔血统 唐人街的牌坊是中国政府捐赠的 价值500美元 今天下雨不过让人少一点 整个这一条街 正灯节彩 这有蜜雪冰城吗 这几两 三千万好便宜 20世纪80年代 来自中国大陆 福建人 威祖和台湾的移民开始在这里定居 他们开设了许多商店 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区 唐人街现在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区 有很多商店和餐馆 这里的华人超市提供各种亚洲食品和用品 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 餐馆提供正宗的中国菜 吸引了大量食客 除了商业 唐人街也是一个文化中心 举办各种活动 春节和中秋节的庆祝活动 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当地居民 这里有文化中心和学校 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 传统的中式建筑和装饰随处可见 使这个区域充满异国情调 富伊诺斯艾丽丝的唐人街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 这里总是人潮涌动 唐人街吸引了华人社区 和其他族裔的居民和游客 他们来这里体验中国文化 购买亚洲商品和品尝美食 尽管面临全球化和经济变化的挑战 唐人街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商业活力 这里展示了中国文化 在阿根廷的传播和影响 富伊诺斯艾丽丝的唐人街 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多样性的区域 它不仅体现了华人社区的 坚韧和创业精神 还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我和一个当地老板聊了聊 他来阿根廷已有8年 他告诉我 富伊诺斯艾丽丝的唐人街 不仅是华侨华人的聚集地 也是该市著名的购物区 当地人经常来这里购买圣诞树和灯饰品 这里的中国产品质量好 价格便宜 每到节庆期间 唐人街便会变成红色的海洋 身着节日盛装的华人摩坚街中 热情的当地居民也加入其中 作为中国人 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和自豪 老板还告诉我 他有个朋友 已经在阿根廷生活了30多年 期间不仅积累了丰厚的事业 也在当地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他经常组织救灾物资筹集 帮助贫困阿根廷人 深受当地人的尊敬 尽管远在海外 他依然有一颗炽热的中国心 他经常带着国企参加阿根廷的社会活动 因为他相信 只有通过不断的参与 人们才会认识你 在他的影响下 很多阿根廷人对华人都有了很好的印象 阿根廷有一本由政府编撰的书籍 记录了他的事迹 这本书在阿根廷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历史价值 他的生活轨迹充满了奋斗与奉献 他从高中毕业到农村 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他带着九岁的女儿移民到阿根廷 当时他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讲 母女俩最初几个月暂住在家庭旅馆 靠着她的一双巧手 织围巾 勾台布 他挣到了一些钱 几年后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店 逐渐有了自己的经济能力 2003年他将85岁的母亲接到阿根廷亲自照料 之后又陆续将其他亲属从中国接到阿根廷 他的小女儿在阿根廷宫立学校就读 克服了重重困难 学得一身本领 小女儿非常有语言天赋 在西班牙语娴熟后教会了妈妈 现在他与阿根廷本地人交流毫无障碍 随着生活的稳定 他的事业也日渐壮大 他与人合作进行进出口贸易 成为名副其实的阿根廷人 他积极推广中国文化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华人社区 举办庆祝活动影响力巨大 他还担任一档中文教育节目的制片人之一 在阿根廷收视率很高 他的女儿在美国研读心理学 完成学业后事业发展很好 还将自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处办公室 捐给基金会支持母亲的公益事业 首先是中国的 这就是中国的 就是中国的 方便糊粥咋卖 虾片 他这卖方便多少钱 一千六 两个加拿大差不多 价格 小馒头 两千餐 一千多块 这有绿茶 一千千 那我不相信 那是做一碗 那都没有再放鱼肉 那要放什么鬼 我告诉你 我炒了一瓶绿茶吧 我自己做这个 凡是东西卖的太便宜的 都是技术活 我炒了一瓶绿茶 我不会买 差不多十块钱人笔左右 这一瓶 哎呀十多块钱 现在是一笔 十多块钱 每年的庆祝活动 在布伊诺 斯埃利斯 华人社区 吸引了数百万人次 是中阿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大平台 阿根廷的国家级领导人都会到场讲话 拉近了中阿两国人民的心 他和他的朋友们 对在阿根廷的华侨非常关心 他经常探望生病的华侨 带去衣物和食品 特别是在大年三十 还会煮好饺子送到医院 这些年来 他的关爱温暖了无数华侨的心 2015年 阿根廷爆发了一场自然灾害 他组织华侨华人为受灾地区捐赠物资 并为当地社区医院送去医疗设备 受到当地居民的感恩致敬 他个人购买书籍送给受灾居民 与灾区的孩子们在一起度过难关 前几年疫情爆发后 他和他的妇女儿童联合会 在家中自制口罩 将医用防护口罩捐赠给阿根 廷民中还寻找酒精、洗手液、橡胶手套等物资 捐赠给当地人 他们还与政府联络 捐赠物资给养老院、残疾人慈善组织等机构 支持政府的一线工作人员 每天晚上九十 他和当地民众一起在在阳台上 为辛勤工作的医护人员鼓掌 加油、喝彩 好,好,好 好,好 好,好 好 好 一片一片 我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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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踩的水 A-SEN 看看这个车也换了 我俩都看了 忘忘 我买的饮料 我怕到时候 我当然应该拿着这单子 算了 这唐人街还挺大的 这一片都是 已经形成一个商业区了 咱们中国人估计就是住在这 然后又在这做生意 但环境还好 其实住这儿不错 我看这儿没有Airbnb 住这儿适合中国人 唐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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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是个餐馆 这烧烤吧 亮亮烧烤 哇 亮烤烤都开到这儿了 哎呀 天 这路特别滑 我过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拉面 哎呀 我过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拉面 哇 consonant 诶 这儿来 诶 这儿来 在吃酒店呢 这儿来 吃个人吃吗 西关中 你看这一看就是咱们中式的建筑 中国人肯定跟那儿住 祇关中 大家看他们这儿这个就是阿根廷的这些建筑上 就没有像那个中美洲那边那个铁丝网啊 就说明治安还是不错的 诶是这儿吗 看一下 哇这儿人多 好奇 哎呀 喂 我來看 太好了 哎呀 哎呀 謝謝 因為我 一人一起拉走 因為我女人 每天都會去 我女人都會殺到 他这也没晃一顿 生活不易啊 这么雨天这么大 人们还工作 小豆腐 小豆腐 梳简 哇天哪咱中国人跟哪儿脚头呢 美发沙龙 跟这儿开脚头的地儿很神奇哦 为什么中国人跟这儿开这个 你看书简跟这儿开这个脚头很奇怪 脚出来是中式头 可能它只是服务于咱们中国人吧 因为这条件中国人真是不少